我这边看到了一个照片啊 嘻哈包袱铺十一周年的庆典 老先生与小先生 对 这为什么叫老先生与小先生啊 从我骨子里 就希望有这样的一场演出 我们每天别嘴上喊着传承 得有人干事 就借这样一个活动 就搞了老先生与小先生的专场 当时演完之后效果怎么样 特别好 真的特别棒 很像过去的相当大会 所有的老先生都在 后台我们叫靶场 他是什么活 他是什么包伙 还跟当年打泪一样 老先生带着我们年轻人 什么包伙 他都是这样 一对一对的 是一老带一小 非常有意思 办完这个专场之后 其实后来小潘还跟王先生 一起准备了一个作品 冲击了当年的春晚 对 因为我记得 在他们冲刺春晚的时候 有一回我们取协开会 刚好王先生去 王先生还给老先生们普及 说你们都不认识肖战吧 我这呢 那一上台山崩地裂呀 咱都不认识 你认识吗 我倒还是知道 但至少对老先生们 也是个普及 因为当时这个作品 很多人觉得不会太响 因为我们也俩的节奏 有一点点慢 因为在这火里头 但是当我们真正审查 当天真的特别火 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今天我们听说小潘的专访 王先生也是特地赶到我们群英会的现场 要跟大家来见一见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掌声有请 我们天津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王培文老师 有请 有请 辛苦您的先生 辛苦您的先生 您好老师 你好 您好 来 请坐 来 请坐 你请坐 这个先生刚才啊 这个小潘啊 这个介绍了半天 王先生啊 这您也评价 评价小潘 这个作为年轻人 您认为小潘是一个怎么样的演员 小潘这孩子 博得我的喜爱 就是他对相声的执着 追求跟功夫 我们两个人在这个作品上 反正小潘非常虚心 也非常用功 一共写了二十四稿 是二十四稿 二十四稿 二十四稿 要说少 你说 这不要客气 二十四稿 而且他是这样 在我家他从北京开车来 当时我们研究员 哪怕又差一句 或者一点点 就差一点感觉遗憾 人马上回这孩子 就连夜就又发过来 现在年轻人很爱相声的不少 像小潘这样的小伙子 不是太多 所以我感觉 博得了我们上一辈 老一点的演员的一个 欢心 一个感染 这么样 我们就合作了这么一段作品 我发现一个特点 小潘其实可能是 其实他是很自然的 就刚刚小潘和我们聊天状态 其实还是很放松的 很放松的做 这也很好 但是老先生一上来 马上大家可以看坐姿 紧张了 我做姿势不行 不是不是 就说其实 差紧张了 我觉得 我知道 我跟英俊的杂话呢 我就爱说笑话 没错 我这个职业的关系 其实一个年轻人 懂得对先生这种尊敬 这种敬畏 我觉得才是一个进步的基础 我刚看这是演出这段的剧照吧 这个是在千祥义 对 好像那时候是压活吧 压活 到处压一压 千祥义是一场 还有别的地方一场 压活 这是咱爷俩去 四川有某那么个场合吧 在露天 观众很多的 而且演出下下着雨 六点半还下着雨呢 我说老天爷 我们七点半演出 您能不能闪停停 马上就停了 真的行 停了以后 那观众的热情受鼓舞 在南通好像 对 南通 南通 我说这位做梅子 我说我不是非常的好 太阳